好 我們再來談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談的是什麽呢 我把它稱之為英雄所見獵童 或者是我把它稱之為我跟華郵 或是華郵跟我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論調看法分析是一致的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因為華盛頓郵報在美國 的政壇裡面是有相當的影響力 他做了一篇專欄 這篇專欄洋洋沙沙的非常的長 非常長的這篇專欄是在十二月十號 美國的時間十二月十號所發表的 那所以到我們這邊知道的時候 是十二月的十一號了 觀眾朋友 我也在十二月十號的時候發表了 一個視頻這個視頻就是中國的反擊 中國的快速打擊拜登讓拜登痛苦 拜登沒有能力 拜登沒有時間來應對中國的快速打擊 那我們很開心的看到華盛頓郵報的整個論調也是如此 幾乎次序也都差不多 也就是整個我跟各位所做的視頻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再回頭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視頻 這個視頻也就是特別要讓各位觀眾瞭解 也就是中國大陸事實上它在過去是一直有這個堅持 就是我們用談判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更大的堅持就是中美核則兩立鬥則兩傷 也就是雙方打貿易戰沒有任何一方是贏家 這個已經不斷的再去論述 那所以中國一直很有耐心也很有誠意 所以一直在跟美國周旋 但是眼看的美國政府從特朗普第一任到拜登這七年下來 他們殖民不悟 他們以為他們以為中國的有限度的反擊 是因為中國沒有籌碼 中國沒有工具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來講 他認為這是中國在示弱 中國沒有能力 所以中國只能隱忍 因此他們更肆無忌憚的 對這個限制 對那個限制 對這個制裁 對那個制裁 對於一百多家中國的企業制裁 對於個人制裁 他們對於關稅一直不停的提高 好 到了十二月的時候 中國開始出手了 而這個出手事實上是打的你拜登你措手不及 而且也在警告你特朗普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出手了 這一出手也就是中國已經不寄望於跟美國的合作了 換言之也就是你要鬥我們奉陪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一旦要鬥 那不是你想像那樣的鬥 我們一定要鬥 那當然要打著你整個灰頭土臉 打著你趴在地上 這個就是我們要鬥的決心 那就是既猛又狠而且又有力道而且會打在你的七寸上 也就是打蛇要打在他的七寸上 就是要把你的暖熱的地方狠狠的痛擊一下去 那這個痛擊當然是力道是非常的猛烈 而且也是非常的強韌 這個就是要提醒告訴你 美國你試看看 所以我們有跟觀眾朋友來分析 不管對於美國的軍工企業 也就是十三家的軍工企業 實施制裁 對於其中的六位CEO 實施制裁 我們剛我們已經跟觀眾朋友說過了 這六位CEO以後到任何一個企業集團 去工作 他們只要跟中國的業務有關的 他們都很難開展 中國也對於家者地堅硬的材料 還有石墨針對你美國限制了 中國還對英偉達開始實施反傾銷調查 接著我們看到中國的四大協會 這個四大協會是晶片需求量最大的 集團 也就是他們的所組成的協會中 他們的會員滿布整個中國 這個滿布整個中國裡面 各位你想想看通訊 是不是使用大量的晶片 數位化是不是使用大量的晶片 半導體產業等等 汽車工業現在用的晶片有多少 那這些晶片都已經列出來 美國的晶片不安全 已經在提醒中國的企業去庫存 把庫存用完你的補貨都盡量用在中國生產的半導體來補貨 所以我們看到德國的半導體公司已經要投下 重資在中國建立半導體 廠 換言之也就是即使德國的綠黨政府百般阻擾 德國的企業到中國來投資 但是事實上德國的企業看得很明白 也就是一旦中國開始實施列為美國的晶片是不安全的時候 那你使用美國任何晶片的產品可能都不能夠進入中國大陸了 所以不只是你美國的半導體廠 而是你美國的產品或者是其他國家的產品有用到美國的晶片 都可能進不了中國大陸 那這個事情就大囉 很多國家他可能就放棄採購 美國的晶片往別的國家來去採購 這個影響就非常的巨大 因為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貿易國家 而不是美國 中國跟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美國 只有跟加拿大墨西哥 還有歐洲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可是中國跟歐洲的第二大的貿易夥伴裡面跟美國只差一點點 所以中國大陸跟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是第一大的貿易夥伴而不是你美國 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美國他本身啊開始面對中國大陸一系列的出手了 這個只是初步 初步也就是先剁一下子讓你看看 看你讓你看看這個刀封不封刃 覺得後面還有更多的手段會一個一個一個推出來 我覺得華盛頓郵報他們也說中國 已經準備好了中國已經不會再用過去的自我節制 自我克制的方法會開始採用有力的反擊 而中國早就準備好這個反擊的力道之強大 所以事實上美國的企業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這個對於美國來說 如果他的通貨膨脹壓不住 如果他的企業沒有中國的市場 越來規模越來越萎縮 整個國家的失業率會一直升高 經濟不斷的在萎縮 通貨不斷的在膨脹 然後國家的稅收也會越來越少的情形下 那麼甚至各國他開始思考的是 到底要跟中國做生意 還是要跟美國做生意 那一旦走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跟美國做生意的份額明明小於 跟中國做生意的份額 他為何會選擇跟美國呢 更何況當美國的購買率越來越弱 中國的本幣交易範圍越來越擴大 數位化的央行的數位化的貨幣 推的速度越來越快 這個時候美元的國際的價值 慢慢的在往下落 在這個情形下各位想想 美國未來的國家將會如何 所以華盛頓郵報其實的這篇報導 也做了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 希望美國的政客能夠看得完 能夠聽得下而這個分析 跟我在前段時間為作為各做的分析 一模一樣幾乎可以這麼說 所以真的是英雄所見略同